原名女子在世贸义馆的厕所内 偷走了别人放在置物台上 160块钱的抹茶拿铁拿去喝了 结果这下没想到赔大了 虽然事后双方是以2000元达成和解 但是侵占遗失物属于非告遂乃论罪 无法撤告 法院现在做出了判决 女子必须要缴交1000元的罚金 加上加起来呢 等于她得付出这杯饮料的18倍价格 女子拖着行李箱厕所出来后 一路向外走 原本手上没有东西 但到了巷子内 突然凭空变出了一杯连锁咖啡店的饮品 边走边喝好开心 但受害人看了好生气 当天女子手上拿的 就是像我现在手上这一杯抹茶拿铁 但这杯并不是她买来的 而且她乘着被害人上厕所的时候 偷偷拿走的 是后还因此吃上了关系 事发在台北市贸易馆 受害人是简性女子 上厕所后忘记带走抹茶拿铁 结果被嫌犯拿走喝光光 嫌犯变称不知道饮料有主人 自己是刚好捡到 事后双方以2000元达成了和解 法院也判嫌犯罚金1000元 等于偷走一杯160元的抹茶拿铁 代价值赔偿超过18倍 我就放在路边 然后就被拿走 还去问服务呆 他说可能是清洁人员觉得你乱放 我就不会乱放了 请自己拿好 侵占疑似物罪是非告诉乃伦 所以不能因为和解而撤回告诉 所以法院还是要依法处理 抹茶拿铁好喝到让女子冻尾条吗 非得要偷还喝的金光 这下不止赔偿更多 还留下前科 记者成长杨文豪台北报道